女员工只是穿着性感 就被所有的同事鼓励 老板好心提醒她 换个传艺风格吧 结果人家根本不领情 老娘天天健身保持身材 就是为了展示出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热爱电影达达娜 今天带来一个 飘瀚大美女逆戏人人生子故事 受刺着毛老板后 爱琳终于被开除了 乌漏偏逢连夜雨 脖子咔嚓一座位 让本就不富裕的爱琳 又背上了一万七千美金的外战 说起来这笔钱 缘们可以起诉赔偿 但爱琳在法庭上的表现 实在是太令人发指 没错 爱琳短短六年离婚两次 目前单身 肚子抚养着三个娃 对方律师巧舌如簧 结合爱琳性感的穿着 向她描述成了一个不检点的女人 爱琳当时就怒了 在法庭上出口成脏 不出所料的败缩了 答应了孩子们要吃大餐 可她钱包里只剩74块钱 爱琳只好谎称自己吃过了 结果半夜饿得睡不着 偷偷在厨房吃罐头 接下来的几天 爱琳打了上百个救世电话 却连一份offer都没收到 她走投无路 居然冲到律师的办公室 胡搅蛮缠 非说对方害她输了案子 必须陪她一份工作 不然她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律师从没见过这种奇葩 居然真的给爱琳安排了一份 案件归档的工作 刚一入职 爱琳就厚着脸皮来预知薪水 她也知道这样不合适 但为了孩子 只能豁出去了 对于来之不易的工作 爱琳非常上心 就连晚上下班后都在看文件 没想到还真被她看出了问题 这是一桩房产收购案 文件中却加带着许多 癌症和毒性的检验报告 越看越击叫 于是第二天上班时 爱琳向老板进士 希望能开展进一步的调查 老板忙着打电话 信不在焉地答应了 爱琳立刻去拜访了委托人唐纳 得知她和丈夫都身患癌症 原本嫌麻烦不想搬家 科夫近的电力公司 却非要收购他们的房子 唐纳觉得对方开价太低 一直没有同意 爱琳有些纳闷 既然你不同意收购 为啥还把自己的医疗记录 寄给电力公司呢 唐纳解释说 那是因为电力公司 会帮我们支付医疗费 爱琳更不解了 他们怎么会这么好心 电力公司排放的废水中 含有大量的各元素 为了证明这种元素对人体无害 电力公司不仅免费给居民体检 还主动承担了 他们日常的医疗开销 唐纳的话没有打消爱琳的疑心 反而令她更加确定 此事一定另有隐情 爱琳火速赶往学校 拜访了一位化学老师 老师告诉她 纯个和三架个都没有什么坏处 但六架个不同 含有剧毒 不仅会导致各种癌症 还会入侵DNA 遗传给下一代 为了弄清电力公司的废水中 究竟还有哪一种鸽 爱琳专程走访了水利局 她露出完美的事业线 略是一点美人计 就把保安迷得找不到呗 她顺利进入资料室 成功照到水体检验报告 火速穿给了化学老师 第一场仗顺利打完 爱琳熊啾啾 起昂昂的回到办公室 却发现自己的座位被清空了 同时冷漠的通知她 你被开除了 爱琳立刻冲到办公室 质问老板 这是怎么回事 老板也很气愤 你不能留下一句话就消失 一整个星期都不见人影 爱琳沮丧地回到家 又收到了一大堆账单 偏偏这时水管还坏了 看着一片狼藉的厨房 爱琳彻底地崩溃了 这算哪门子的生活 哪个母亲会让孩子 住在蟑螂比猫还大的房子里 十年前我还是选美皇后 满怀希望 期待能实现人生价值 十年后却落到这般境地 真是令人唏嘘 哭闹过后 生活还得继续 爱琳正要重新找份工作 老板却突然登门拜访 她刚刚接到化学老师的电话 那份水体报告显示 店里公司排放的 确实认识剧毒的六家个 爱琳赶紧找到唐纳 将这一切告诉她 你们全家的癌症 都是店里公司的污水导致的 唐纳还不相信 可医生不是这么说的呀 爱琳却沉痛地说 因为那个医生 也是店里公司雇的 她拿这才反应过来 什么报销药费 免费体检 都是为了掩盖罪恶的真相 另一边 老板也意识到 这个案子不简单 恐怕有很大的油水可了 她想听听爱琳查到的证据 爱琳却趁机谈起了条件 我要复职 还要加薪 两人一同扯皮 总算大声合作 爱琳将资料双手奉上 老板却很困惑 你是怎么弄到这种机密文件的 老板将资料整理好 传送给店里公司理赔布 对方立马打电话来 希望能见面相谈 老板盛装打扮 气势汹汹地赶过去 资料对方竟然只派来一个小罗罗 态度还十分嚣张 她拒不承认唐纳一家的病 与店里公司有关 只愿意将原本六万的收购款 提升到二十五万 爱琳简直要气笑了 二十五万 连付医药费都不够 两人起身就要走 小罗罗就喊出他们 一脸傲慢地警告道 小心点 认清你们的对手是谁 这下就连一向温和的老板也发飙了 认不住对爱琳撒戒 这天晚上 一对夫妻来到绿座 自称是唐纳的邻居 大约从半年前开始 他们家的积压就出现了中毒的迹象 甚至无法直立行走 而她更是频频流产 至今无法怀孕 直到听说了各中毒的事情 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爱琳很快意识到 一定还有很多居民 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她立马动身 开始走访周边住户 果不及然 遇到了身上长红疹的 全家确诊胃癌的 刚慢十六岁就天天跑医院 不得不辍学待在家的 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案例 看得爱琳很难受 她发誓要告到电力公司 替大家讨回公道 然而老板却说 她不打算提起诉讼 只希望能通过证据 尽量抬高收购的价格 这样案件还可以维持在 普通房产纠纷的层面 一旦闹大了 就会变成果实毒杀案 到时候像他们这样的小绿座 公然对抗身价 二百八十一的大公子 那不是找死吗 眼瞅着老板怂了 爱琳只好单打独斗 为了搜集更多证据 她亲自去河里打捞青蛙尸体 深入井下取水体样本 由于出现的太过频繁 很快就被电力公司盯上了 他们打来恐吓电话 威胁爱琳放弃调查 爱琳却表示 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她绝不妥协 就这样忙碌了好几个月 爱琳终于激起了 来自411名住户的162分陈述报告 老板也被她的执着打动 准备勇敢一把 先上诉再说 幸运的是 负责改案的法官 就输在电力厂的附近 她深感不安 一口气驳回了被告方的 84封抗骗书 成功立案 这下电力公司急了 赶紧派出律师团 与爱琳和老板交涉 但他们依旧毫无诚意 只愿意支付2000万美金的赔偿 爱琳简直要计笑了 前不久她刚刚得知 唐娜的癌症已经恶化 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必须切除乳房和子宫 虽然霸气回对了历史团 但爱琳和老板都清楚 想要赢下官司 仅凭他们这样的小团队 是不够的 幸运的是 这个节骨眼上 一家当地知名的大力所 愿意与他们达身合作 起初爱琳还有些不爽 认为大力所这时坐享其成 明慌慌地要来分钱 可老板却认为 他们拥有更多的资金和人脉 一定对案件更有帮助 果然大力所刚一介入 就起到了震慑作用 电力公司再也不敢怠慢 派了专业团队来谈判 他们愿意支付 三到四亿的赔偿金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案件不能公开审理 且所有居民都要签署承诺书 答应结案之后不许再上诉 权衡利弊之后 爱琳同意了 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去搜集所有居民的承诺书了 大力所的女律师 没有经过爱琳的同意 就调走了所有居民的资料 美其名曰要察觉不漏 但爱琳知道 这家伙是想顶替自己 她立马表示 我的资料没有漏洞 女律师却很傲慢 这上面有些人 连电话号码都没记录 女律师很不信 难道你把600多名居民的电话都背住了 爱琳流利的背出一串串号码 把在场所有人都震住了 18个月实体考察的经历 早已将居民的所有信息 深深唠嗑在了爱琳的心中 不仅是电话号码 就连家庭状况 亲友关系 生病情况 她也都如数加珍 开庭在即 爱琳每天出去搜集承诺书 晚上还要整理资料 累到倒在沙发上就能睡着 这天早上醒来时 儿子正在看她的文件 在此之前 她因为妈妈忙于工作不陪自己 已经和爱琳冷战了十多天 而此时此刻 看着案件中和她年龄相仿 却因为生病辍学的女孩时 儿子才终于明白 妈妈的工作有多伟大 爱琳也像个陀螺一样 不停地赚了一个月 总算将634份同意书 全部签好 案件很快开始审理 最终裁决下来 居民们一共货赔 三亿三千万美元 这起案子也成为了 美国迄今为止 货赔金额最高的诉讼案 尘埃落定后 爱琳来拜访唐娜 由于对方在手术中 切除了乳房 她还特意穿了一件 不露胸的衣服 爱琳告诉唐娜 你获得的赔偿款 总共是500万美元 唐娜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紧紧地拥抱爱琳 故事的最后 爱琳拿到了她的分层 整整200万美金 还摇身一变 成了绿色的合伙人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爱琳凭借一颗赤上的心 和永不妥协的态度 最终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